近日,黄毛海跨海通道京东民春旱季大干动员会在黄毛海大桥西塔平台施工现场举行,这标志着黄毛海跨海通道全面施工。 黄毛海岸迎风而立 在黄毛海跨海通道京东民春旱季大干动员会上,随着指挥人员一声令下,各类大型机械动起来,施工人员开始忙碌起来, 吹响了黄毛海跨海通道全面施工的冲锋号。 黄毛海跨海通道项目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这一国家战略的重要工程。 今年6月6号,黄毛海跨海通道项目打下第一根钢管柱。 仅用了半年时间,项目已经完成了主线钢站桥施工,迎来了全面施工的新阶段, 进展洗人。 据了解,黄毛海跨海通道起于珠海市高岚港区,东连港珠澳大桥,西连新台高速并与西部沿海高速相交, 止于台山市斗山镇,项目路线全长31.22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 设计时速每小时100公里,设计使用寿命100年,计划2024年建成通车。 本台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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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